凶悍至极的斗犬是如何养起来的 第一步 利用打磨鸡将狗的牙齿修整的极其锋利 接着又是狗咬住一块生肉 然后用力拉扯 训练狗的咬合能力 接下来将它绑在跑步机上 当它的速度减慢时 便用鞭子抽打 锻炼狗的耐力 最后 饿它三天三夜 将骨头固定在木板上 当狗实在无法忍受饥饿时 便会疯狂撕咬 接着在它面前装出要抢食的模样 狗的最原始天性就这样被完全激发出来 即便它曾是温顺乖巧的宠物狗 如今的表情只剩下凶悍 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残忍的斗犬哈根就此诞生 训练好后 哈根会被带到地下斗狗场 到处都是被咬死的狗狗尸体 人们像处理垃圾一样将它们处理掉 哈根的对手是一只纯种的大黑狗 比赛很快开始 两只狗疯狂地搏斗撕咬 最终哈根打败了大黑狗 鲜血染红了哈根的毛发 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同类 哈根眼中充满了沉重的悲伤 它不知道自己为何变成这个样子 突然斗狗场停电了 混乱中 哈根趁机逃出 成功逃离了这个充满血腥的地方 它疯狂地奔跑 同时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谁也没有想到 从这以后 哈根成为了狗界的领袖 无可匹敌 不管什么犬种 在它面前都得低下头 因为它是一只千百年来最勇猛的狗 无人能敌 哈根原本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陪伴着它的主人莉莉 然而有一天 莉莉的母亲出差 将莉莉交给了继父照顾 继父看到莉莉带着狗 非常讨厌 因为她的公寓不允许养狗 但是拗不过莉莉 她还是带回了哈根 晚上 继父不停地嘟闹 要求那只脏东西自己待着 莉莉偷偷将自己的牛排喂给了哈根 结果被父亲发现 遭到训斥 晚上 父亲坚决不允许哈根进屋睡觉 将他强行关进了浴室 浴室的潮湿和黑暗 让哈根发出了呜呜声 让父亲有些生气 因为影响到他的睡眠 莉莉拿起哈根最喜欢的小号吹奏 为他演奏了哈根最喜欢的音乐 还陪伴哈根待在浴室里 整夜都在那里度过 第二天一早 物业人员上门找他们 有人举报他们家有只狗 在这个小区养狗需要交纳税款 他们表示如果不交钱 就要带走哈根 莉莉担心继父会抛弃哈根 于是在上学时 偷偷把哈根带进了学校 然而 在莉莉练习小号的时候 哈根听到了主人吹奏小号的声音 以为是在召唤他 于是跑出来站在地上叫着主人 老师非常生气 表示要开除莉莉 继父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 他将莉莉关在车里 把哈根扔下去 无视莉莉的呼喊 直接开车带走了莉莉 哈根目瞪口呆地看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 他开始追着汽车 透过车窗不停地叫喊 但是继父毫不理会 加速驶离 哈根始终无法追上主人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不知所措 在马路上多次差点被车辆撞倒 孤独地在一片废墟里过了一夜 因为饥饿 他闯进了一家肉店 想找点食物充饥 但被店主发现了 他拿起刀就要给哈根变成狗肉 幸好这时及时出现一个花斑狗 引起了他的注意 哈根和花斑一起逃了出去 花斑带着哈根来到一个水泡子旁边 这里是属于流浪狗的聚集地 本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归宿 然而第二天 突然出现了流浪犬猎杀小队的人 流浪狗猎杀小队会如何处理流浪狗 他们会先用套狗的工具抓捕大量的狗 无数的狗被关进了笼子 一些机灵一点的狗狗 会趁机撒腿逃跑 然而小队的人穷追不舍 狗狗哈根无处可逃 只能躲进一间屋子里 住着的流浪汉将他们藏了起来 哈根看着眼前的人类 以为他是善良的 以为自己有了新的寄托 不料流浪汉起身直接用绳子勒住了他 与此同时 哈根的主人正在四处寻找他 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甚至贴起了寻狗启事 流浪汉以60美元的价格 将哈根卖给了狗犯 而狗犯是专门贩卖动物的人 某一天 训狗狮一眼就看中了哈根 他以200美元的价格将哈根买下 要将哈根训练成自己赚钱的工具 天天用鞭子抽打哈根 激发他的兽性 甚至饿他 让他只能吃生肉 并将他拴在跑步机上 一跑就是一天 有一天 他给哈根注射了一针麻醉药 并用钻头磨尖了他的牙齿 最终 曾经那个可爱的哈根消失了 他的表情变得异常凶狠和残忍 眼神充满了杀气和愤怒 他变得好斗且狂躁 尖利的牙齿使他看起来像一头凶猛的狮子 在斗狗场上 训狗是为哈根选了最凶猛的对手 两只狗搏斗在一起 地面上充满了对手的血 终于 在第二个回合 哈根咬死了对手 他呆呆地看着死在地上的同类 恢复了一丝理性 他的表情带着伤感 突然 斗狗场停电了 哈根趁着停电逃了出去 他要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 寻找自己的主人莉莉 另一边 莉莉在家里非常憔悴 继父看着莉莉最近的状态 他答应为莉莉重新选择一条狗 但莉莉坚决不同意 他只想要哈根 只想要那个对自己非常依赖的哈根 哈根回到了流浪犬的聚集地 在那里 花斑陪伴着他 两只狗一起试荒 一起生活 然而动物管理机构的人 还是抓住了他们 将他们带进了流浪狗收容所 由于他们是杂交犬 并经历了特殊训练 哈根看起来十分凶狠 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们 于是他们被管理员 列入了安乐死名单 哈根透过缝隙向里面望去 看到人类给狗注射一针后 便没有了动静 回想起之前那些残酷的折磨 哈根对人类的友善和信任 荡然无存 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他决心为自己的同伴报仇 改变被人类操控的命运 他露出锋利的牙齿 一位工作人员就此领了盒饭 周围的狗们看到哈根如此凶猛 纷纷冲破了牢笼 从此以后 哈根成了他们的领袖 门口还有一个女人拦住哈根的去路 然而在哈根看来 那样做只是自寻死路 他散发着帝王的气息 眼中充满了蔑视 无视眼前的女人 他冲破了困境 铁笼中的狗也纷纷逃了出来 他们紧随哈根的脚步 像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类 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他的眼神宛如皇帝一般 蔑视着眼前残害同伴的人类 笔直冲上前将对方消灭 一大群狗子紧随其后 他们奔向繁华的街道 留下一片混乱 他们要像曾伤害他们的人类报复 要像让他们无家可归的人类报仇 莉莉得知这件事后 认为哈根可能会在这里 他骑上自行车去找哈根 却在路上遭遇意外 波伦盖卡托鲁皮了 晚上 哈根找到了伤害过他的狗犯 而狗犯还没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认为自己又能赚一笔 哈根怒吼一声 身后众多同伴直接扑向狗犯 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等到训狗师回到自己家时 发现家里有很多狗 他拿起桌子上的刀 一只狗迅速扑上来 接着多只狗一同将它制服在地 哈根在暗处缓慢地走过来 他注视着训狗师 眼中充满仇恨 很快 训狗师也领了盒饭 大量的狗在街上游行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他们拿起武器 一只又一只地射杀狗子 哈根察觉到情况不妙 迅速改变了路线 身后仍有许多狗子倒在街头 与此同时 莉莉跟着花斑想找到哈根 骑着自行车跟在他的后面 一名警察出现 开枪击中了花斑 他痛苦地躺在地上颤抖着 警察走上前 再次开枪瞄准花斑 这时哈根也再次被武装人员盯上 他们连开竖枪 哈根迅速逃离 紧接着身后无数的狗子冲向这群人 如黑色巨浪一般 得知哈根在报复那些伤害她的人类后 莉莉开始担心继父 她害怕哈根会来报复她 赶紧来到继父家楼下 果然 在这昏暗的街头 她遇见了哈根 哈根缓慢地走向她的主人 莉莉捡起地上的棍子扔向哈根 试图让她像以前一样去捡棍子 但哈根冷漠地注视着她 不为所动 她哭着让哈根快点去捡棍子 突然 哈根身后的伙伴再次出现 莉莉害怕地向后退了两步 由于哈根没有下一步动作 小弟们全都一动不动 莉莉望着眼前的哈根 眼泪伤心地流淌下来 突然 继父拿出喷火枪走了出来 狗子们一直在叫着 仿佛在喊大哥下达攻击的命令 这时 莉莉拿出哈根最喜欢听的小号 悦尔的音乐响彻了空气 哈根的表情恢复了往昔 她安静地坐在地上 凝视着莉莉 最后趴在地上 傻傻地聆听 身后的狗子们也趴在地上 有谁想过 它们本就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小狗 莉莉这时也趴在地上 望着哈根 泪水涌出 哈根也一动不动地注视着 继父被这一幕感动 她走过去 和狗子们一样趴在地上 对于片子里的狗 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视角 对于片外的观影的我们 观众就是上帝视角 不平等的视角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角度 虽然这种视角可能永远无法消失 因为任何人都有批判的权利 但是只要不放弃心中微小的善念 如同电影里小女孩手中的那把小号一样 这个残酷世界才会少些杀戮 狗狗是有灵性的生物 它也有自己的思维 从你成为它的主人起 你便是它的全世界 它会对你极其忠诚 请不要辜负它 如果你有能力养狗 就请善待它 如果暂时还没有能力 就不要养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多流浪狗无家可归